神的呼召 今天你坐在这里聚会 我告诉你 是神呼召你来 当你真正信主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不许离去选择信神 是神拣选你 不许你拣选他 我们信耶稣有个很奇妙的 很奇妙的一个想法 我们对于宗教来说 一般来说是我选宗教 对不对 你信什么教 佛教 回教 天主教 摩门教 基督教 我是选的 但是一旦你真正认识主的时候 你发现不是你去选他 他选你 是他拣选你 把他了解 是神的呼召临到我的身上 对于人来说 我在神的呼召里面 我带来盼望 盼望从哪里来 盼望就是回应神的呼召 你不在神的里面 你没有盼望的 圣经说的 我们以前没信耶稣的时候 没有指望 没有神 有了神就有希望 神呼召我们在他里面 不但享受救恩 更重要 让我们活着 有盼望 因为知道我在主里面 你这个人有盼望 我所做的就有盼望 我请问弟兄姐妹 今天你的教会当中 每一分钟来敬拜主 有没有带着盼望 再进一步 你服侍主 有没有带着盼望 你信不信 你所做的 是坐在主的身上 如果没有带着盼望 去服侍神 我们很快 我们就会burn out 很快就会崩溃 很快我们就会 不想做 但如果你带着盼望 来服侍神 是神呼召你做的 你的服侍就不一样 现在弟兄姐妹 为自己好好祷告 让神呼召你 你说不是 很多事情我不懂 不是很有经验的人 其实有经验 当然更好 没有经验 要负担 要得认识 不要紧 来学吧 一起来服侍主 一起服侍主 我告诉你 我不许很会讲道 才来做牧师的 是做了牧师 才学做牧师 这句话 我看那篇文章看出来 这个文章的title是说 做了爸爸 才学做爸爸 对不对 弟兄姐妹 慢慢学 但是很清楚知道 你做在谁的身上 是神呼召我 很清楚 好好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许为那些工作的 来祷告 为着你来祷告 主要将这个 负招负担 放在我的身上 让我服侍你 不厌倦 服侍你 不会容易放弃 让我服侍你 越服侍越死了 为什么 因为我很清楚 有你的负招 在我身上 这种乱负担 我手中心 我服侍你 忘了 我服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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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